在今個星期六 小一派位放榜當日 教育局設立返回機制 獲派到大埔區升小學的北區學童 可以參加秋千 申請返回原區上學 他們在派位的時候 是選擇了北區的學校 而在6月1號派位的結果 是被派到大埔區 我們是會有機制安排他們 回去北區就讀 如果要回去就讀的話 他們就要放棄大埔的學位 教育局表示 在未來6月1號星期六 公佈派位結果之後 家長會收到一張藍色表格 他們如果不接受在大埔區的學位 可以在6月17號至19號 透過電話向當局登記 參加返回機制 再郵機或者傳真表格到教育局 當局會在6月24號公佈抽籤結果 抽中的學童就需要在6月26號至27號 到學校註冊 預計整個程序會在6月內完成 不過由於機制屬於隨機抽籤 家長不能自行選擇學校 當局呼籲要小心抉擇 教育局又說 新機制可以平衡家長和學校的需要 提升教學質素 因為我們用這個方法 我們是可以令到在北區每班的人數 是不需要去到一個太多 大約每一間學校每一班 大約33人可以滿足到的需要 不過有議員批評政府在北區學委迫爆問題上 後知後割 又沒有對反媒機制做好規劃 要求政府提出新的方案 教育局回應說 考慮在9月前提出長遠方案 包括將各區成餘學額合組成獨立校網 專攻跨境學童選擇 並在深圳辦港籍小學 但目前仍然未有定案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陳明三 在階段下台 萬箇科 在高評伯電視 明文明 評論 評論 好